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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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们失望了 我刚才跟Bill打架 不知道 跟Bill打架了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 我让你们失望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杨太太 我找到二婉了 对 她在篮球场的健身区这儿 您放心 孩子没事 好 那我等你 我 阿尔文 你是谁 你是来抓我的吗 被我 死我吗 我是卖房子的哥哥呀 我是来找你的 不是来抓你的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必有他没事 姐姐 儿子 吓死妈妈呀 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乱跑呢 要不是哥哥把你找到 你让我们怎么办 好了好了 有没有受伤呀 妈 没事吧 不哭了 男子喝 你手走两句吧 找到就行了 今天真的是万幸 阿尔和比尔都没有出什么大事 只是比尔的脑袋摔了一个包 比尔的父母呢 也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孩子们打倒是正常的 既然没有出什么事 也就不追究了 张老师 今天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 您跟比尔的父母说一声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 回家也会好好地再教育一下阿尔文 还有个事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们 什么事啊 仅这个月 已经有三个小朋友向我告状 说阿尔推他们还打他们 我也仔细观察过阿尔文 内向孤独 紧张 还不太合群 有的时候呢 还会突然很暴躁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儿子心里有问题 那你打小朋友 以后不就更没小朋友跟你忙了吧 我才不要和他们做朋友 是他们人说我的 我知道 你知道哥哥小的时候啊 也特别喜欢打架 也不管为什么 可是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这么做 会让爸爸妈妈很伤心的 我管一门 我不快乐 我不想下桌笔 可是就是拿一颗 我控制不住 我想做的事 他们一样都不能会做 我什么过他们开心的事 白天到 白天到 危机 钢筋还有英语 以我的经验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多数是因为压力过大造成的 我觉得呢 可以让他休息一段时间 带他出去玩一玩 放松一下 这是我偷偷拍了几张他平时的状态 你们看看 这 这怎么这样呀 我儿子平时不是这样的 老公 这该怎么办呀 那你告诉叔叔 阿尔文喜欢做什么呢 你觉得你做什么 才会让你开心呢 我喜欢打篮球 我想跟小朋友们 每天在一起打篮球 但是爸爸妈妈说 我马上就要从这搬走了 咱们要买华术里的别去吧 我还挺那么商量 爸爸要再找个兼职 因为这地方太贵了 我不想让爸爸太辛苦 我爸都会像皇上说的那样 工作在 就死了 她又跟快 vold开了 我爸都会做得一个 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是在住家里的家里 他还不得了 也挺好的 我爸都会做到家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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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 你怎么啦 别再晕了 真不知道那夫妻俩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觉得阿温在这样的家庭里吧 特别可怜 其实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的教育馆 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吧 也不太好 我不能说他们不对 我只是觉得啊 杨先生杨太太 用错了表达爱的方式 是 我也知道他们特别爱他们的儿子 都不知道今天找不到阿温了 他们夫妻俩特别着急 我看到那样吧 我突然又特别理解 怎么这么矛盾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们房子这事我一定得帮他们解决了 明天我就把所有的学习房全都整合一遍 我还不信了 我找不到一套合适的 正好啊我这两天在家 我可以帮你整理整理资料 来 吃个苹果吧 比尤妈妈呀 我是阿温妈妈 孩子怎么样了 没事吧 真的是抱歉 我今天狠狠地批评了阿温 这小孩子手势就是没情没重的 真是气死我了 不过你放心啊 比尤的医药费我们全部负担 哪里哪里 应该的 本来就是我们不对嘛 好 好 那谢谢你的理解啊 好好好 好 那就这样 再见 阿温呢 睡了 你就这样让他睡了呀 不行 我得把他叫起来好好谈谈 行了 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什么叫我消停一会儿呀 我孩子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你选的 那个学前班风机太差 咱们儿子以前多健康 爱说爱笑的 现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老师还说阿温心里有问题 我看是他们有问题才对 这明显就是学校的问题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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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算一算阿温这 一年已经换了多少个学前班了 你不是说人家什么 教学质量不好 你就说人家学校风气不好 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没事呢 爱问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除了学校的责任 我们难道就不应该 检讨一下自己吗 是不是我们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是不是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杨志刚 你也没有良心啊 我每天要工作 还要带孩子 就你挣的那几个钱 连买个好的学区房都不够 前两天那两个中介 问咱们钱够不够的时候 我心里须得要命啊 还有故作轻松的样子 我每天逼着儿子学习 为什么呀 还不就是想让他 长得以后别像你一样我呢 一分钱败成两半花 装什么重产 可笑的是你 你以为我好受吗 我看着儿子天天学习那么累 我不信他妈 我看着儿子天天 我看着儿子天天 妈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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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城 我叫城城呢 骆大小姐来了 鹏城她应该是处去跑业务了吧 这个月底还有四天 她要是再没有业绩估计就悬了 这都要被开除了 怎么还不着买房呢 跟我这么奸玩 这样 要不然您先这边请 咱们先喝点水 今天天热 来 来 来 服务到这儿 这个是公司特意为您这样的 大小姐准备的小零食 您随便吃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像您这样的大小姐啊 她不能上赶着 得绷着点 谁急谁就输了 彭承她为什么总是敢惹您生气呢 那就是吃定了您这一点 您看 您都明白 那您为什么还总动她的圈套呢 我觉得啊 这彭承要是表现出不在乎 那您就得表现得比较更不在乎 您是个女孩 还是个大小姐 这大小姐就得有个大小姐的样子嘛 那得所有的男的 都屁颠屁颠地跟在您的屁股后边 这样才对 我听说 您跟彭承是打小就认识 那这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啊 这么有优势的前世 怎么就是现在生生给憋成了烈士 我怎么知道啊 忽然一天变成这样了 也不晚 您看 甭管哪朝哪代 这男女之间的关系啊 那就是 吃亏的永远是主动的 您还是得有个大小姐的样子 我得把这大小姐的架子给端起来 这样 对 那照你这么说 我这样端起架子 绍鹏城就能主动了 那您端起了这架子 绍鹏城一秒就变成我了呀 骆大小姐 您要不要吃这个 果仁啊 这里面我看看有什么啊 这个葡萄 我记得您是不吃的 那我给您煎了 这是葡萄城不要 她这眼睛还得这样 还笑着 还傻笑着 怎么了 你找谁啊 找 找我呢 我表妹 我表妹 你怎么突然来了呀 就是说你说我表妹啊 回去我再给你解释 就是 就是我妈还好吧 你说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损人有前途 有发展 有前转 你都损个转钱你哈 喜山 喜山 你别真生气啊 我跟她纯属工作关系 这 这闹着玩呢 没别的意思 行不行 你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听我解释 喜山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听我给你解释行不行 你忙啊 忙啊 李春你还忘心 你想不想的 我怎么就恶心了我 你先别生气 先听我解释行不行 我不是表妹的吗 人干嘛 打开送啦啦菜菜圈啊 怎么 你先别说气话 我说你是我表妹 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你把女朋友做成是表妹 是工作需要 刚刚和那个女儿 啦啦菜菜的 也是工作需要 我 我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你没说得跟她没孩子的 我眼睛不像 不是 她就是我一个客户 我跟她就是纯属聊聊天 你看她穿着戴着用的 随便一身行动 比我全部身价都贵了 你再看她开的车 好几百万呢 像她这种白富美 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人家有喜欢的对象啊 当然 我也不会喜欢她 我心里喜欢谁 你还不明白吗 我打了原来的伤害 都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把工作都吃了 你对得清我不嘛 你辞职了 对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都想好了 一会儿不关念的时候 我都要留在伤害 找份工作 我在网站上 已经透了黑的多分见你了 刚刚说 你喊我等你 等你赚多了钱 都回老家去嘛 你想要三年过去了 三年 我不同的亲戚朋友 都说喊我介绍对象 喊我起墙钱 但是送个博物器 回了链 你现在两个链 我得被吸我吗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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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心都要碎了 怪我 怪我 我对不起你 这样 你打我 骂我 都行 咱就是别哭了 行不行 我先带你找个宾馆 咱们先住去 然后你听我慢慢解释 我还要去宾馆啊 我还是不带我去 你阻力的地方 还死不死 是瞒着我的 小莉 我突然觉得 我来不是来给你惊喜的 是给你惊喜的 是不是 行 首长要求视察 请吧 走吧 走吧 我能来了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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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进来吧 来 先 先坐下吧 你给我发这图片里面 那是四个黑打的款件 还有个金冠样态 那是我要卖的一个方圆 那种旁的租一个月 至少要六千块钱的 往哪儿舍得租那么贵呢 你得了好钱吗 八百 八百一个人 先坐吧 先坐 这 这儿没什么不好的 这儿离我上班的地方可禁了 我省下来上班路上的时间 我可以多睡会儿懒觉啊 而且 我上班经常没点 晚上回来特别晚 我回来倒头就睡了 我租那么大个房子 不是浪费吗 等会儿啊 交给你的 我去 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微信啊 支付宝 银行卡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用存质可以提醒我 我三年攒了多少钱 还剩多少钱可以治一个家 然后开开心心的 把你这小胖子给取回来 你真是太辛苦了 只要你不生气了 你能理解我 我觉得这条苦 跟他们以后幸福的日子比起来 真的一点都算什么 我这求你别因为刚才那种事情 在生气了 行不行 我来之前都决定好了 我一定要留点点 给你同感同阔 启善 不关 等会儿决定呢 行 送你东家 傻子嘛 好久开始砍足了 不是 我是让你拿来学普通话的 等会儿我把录音带给你 边听边学 嫌弃骚了 嫂 没有 你看我来这么长时间了 我不是普通话练的 也没口音了吗 好嘛 听你嘞 我挺不错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它就不带花园嘛 我已经把所有的 他们适合的学学房 都已经找出来了 你以前想卖到多少钱啊 我想卖两千万左右吧 两千万左右对吧 走路大概两分钟三分钟 五六分钟再大大 五六分钟再大 五六分钟再大 我希望是一次性负款 一次性负款 对 两千万一次性负款 好 往那边房子进来 好 我忙着乱 大概房子的情况 我也都知道了 然后我也都拍了照片了 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以后 尽快跟你联系 真的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邵先生 首先呢 我们跟您道歉 我们之前误会了您对我们的好意 然后非常感谢您能不计前嫌地 为我们继续找房 我跟我的太太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决定购买 这次您为我们推荐的 杨家胡同的那套房 真决定了 我们带了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 艾伦现在患有轻度的焦虑症 她是非常典型的焦虑症 大夫 那 那您告诉我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是 只要孩子的病能好 其实我们 我们什么样的努力 我们 我们都是愿意去做的 其实二位啊 也不必过于担心 大多数情况呢 都是父母把自己的焦虑情绪 传导给了孩子 然后呢 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孩子呢 只能通过暴力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至于治疗方案呢 首先就是改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 这样她的病情就能得到改善 就能好起来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希望她能开心能快乐 我会多拿出时间 带她参与那些 户外集体的体育项目 孩子有今天的变化 我觉得我跟我的太太 责任非常的大 其实一开始我就简单地以为 只要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只要孩子长大了之后 不再像我一样那么累 那么辛苦 我觉得她就会很快乐 但好像我们 我们都错了 也是最近我们刚刚才明白 如果孩子没有一个良好的心理 她可能 就不会快乐地茁壮成长下去 更谈不上今后的成功 不过姜先生 您也别太自责了 其实阿文心里什么都懂 她真的已经很优秀了 真的 之前嘛 我总觉得你们房产中介 就是为了赚客户的钱 不管合适不合适 一马不好的也说成好的 然后等交易完成了 你们一拿中介费 就找不着人了 现在看来 还是我误会你们了 是啊 要不是之前您再三劝我 恐怕现在我就会借了一大笔钱 买了之前的那套学区房 然后我们全家人 现在可能就更加焦虑了 没事 反正现在也不晚了 有的时候吧 这房子跟买主啊 都是看缘分 是你的怎么都跑不了 那这样 既然二位现在决定了 那咱们这一天 就尽快把这房子定下来 这样着二位呢 跟那些小伙伴们打上交 做他喜欢的事 老公 咱们就定下来吧 我看你每天为了买房 做监制那么辛苦 我也挺心疼你的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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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我上轨了 快点 快 快 陈小姐 谢谢你能站在我们的角度 考虑问题 为我们扬升定制方案 我要为之前的事 郑重的向你道歉 杨太太您言重了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我最近老在请病假 其实都是少鹏城做的 应该谢谢她 都感谢 都感谢 不过 当初要不是你阻止我们 买那个怀书里的学区房 我们还等到今天 这么好的房子呀 而且邵先生还说了 是你告诉她要理解我们的 她还说了什么呀 她还说了 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坚持 才让她体会到 一个真正的 好的方程中介 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觉得呀 你们俩这对搭档 真的很完美的 她呀要是再能长大一些 我就更轻松一点了 你看艾文今天好开心啊 跑得这么快 真像我小时候 你们不觉得她特别有篮球天赋吗 杨先生 杨太太 你们不会觉得艾文有打篮球天赋 以后奔向她做NBA明星 来 流动资产当中存货占了绝大部分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啊 你看一下她这个比例 到底是处在多少跟多少之间 平均高达多少 这些你都得自己预备着 知道吗 干吗呢 够把工作站起来说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套房子让我该卖出去 你卖出去就卖出去了 有什么好嘚瑟的呀 你接着说 不是 你看一下这个比例处在 你好好看看 人亲笔签子杨志刚 你看见没有 这这 你这就值得炫耀了是吗 那下个月让我指边翻倍啊 我翻你这个人头 指谁呢 少公正我告诉你 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态度 知道吗 那我这好不容易 我不没 好不容易怎么了 我要给你开表情大会吗 那你 店里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聊着呢 什么事 店长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等会儿 你啊 好好想想 你说 这是我表妹喜善 这是我们店长 店长好 我表妹啊 她是大专学历 会计专业 最近呢在上海找工作 您看您能不能高抬贵手 把她招进咱们店 你觉得我这话一念 现在门槛越来越低了是吗 什么人想定都能见 不是 你笑什么呀 我说她表妹大专呢 还学会计的 跟这行有办法学关系 给我闭嘴 店长 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咱们花园店这么大 那有些工作人员 万一撂挑她不干了 那您这么大一个店长 手底下就俩工作人员 这也不合适啊 与其到时候现招人 那还不如先把我表妹给招进来 做一个替补 她的业务能力您可以放心啊 我可以全程地指导和培训 包您满意 你说谁半路了条子 我还在这儿坐着呢 你就当面抢我工作是不是 你真的别多心 我不是针对谁 我真的是替咱们花园店考虑 每个人的业务水平不一样 多一个人多一种可能性 我业务怎么了 看你这是什么了吗 盒子 我今天跟程真真刚卖出这套房子 你少质疑我行不行 谁明白 我觉得傅晓宁说得挺有道理的 我这花园店确实应该预备点 这个候补人员是吧 建立竞争机制 培养约婚意识挺好的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条件啊 来我的店里呢 第一个月实习是没有底薪的 就是赚这个业务的提成 但是一个月之后 只要你表现得好 能够符合我这店里转正的考课 这个制度 你就能够被录取 好吧 谢谢店长 谢谢店长 行 那你就给你表哥一组吧 那奖宁好好带带你 好吧 我们现在就按您的要求 您 拿着合同给我挂 我得按照这个店长的要求 跟你说一下啊 那个 上班不许迟到 着装要整齐 每天下班之前要把房源 发布到安居客 我一下子要把它发到 安居客呀 这安居客是一个全房源的套战 大多住的中介 都在上面发布房源 他买房的人也是首先 到安居客上挑房的 这就像是 士兵打仗的时候 占据有类地形 好 不住咱家 这个月低心都会得 能不能转到钱都不消得 转过这房子干啥子嘛 你出去帮我找 你足夹种 安床不收费的 和厨房要不要的 不行 那种房子你没住过 根本就适应不了 你都不知道人有多少 大家做的时间都不一样 你到时候肯定休息不好 而且 你洗澡洗衣服上厕所 都得排队 那地方可没厨房啊 你做不了饭特别麻烦 我怎么能让你吃这种苦呢 你还不费这么苦啊 咱俩哪一样啊 我个大男人 你是个小女孩 你听我的 先找一个宾馆 咱们先住几天 到时候慢慢地 找合适的房子 小宁 你表妹是不是 还没找到地方住啊 要不这样 你可以让她 先到我家来将就姐姐 合适啊 太麻烦了你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 反正以后都是同事了嘛 那会不会太打了这个 会不会麻烦呢 没事 我家就我一个人住 没什么打不打扰的 再说了 她都是女孩 没事了 那行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到时候在你家 过渡几天 我们找房子也踏实了 你放心吧 徐山 不过只有一个问题 珍珍这个人 不太绞于卫生 所以你没事说 我当时多瘦了是不是 我什么时候不绞于卫生了 我说错了吗 不是你不信 你让人去你家看看 是不是堆一袋的衣服没洗呢 我想都知道 徐山 我没有不讲究卫生 我就是前两天太累了 然后有些衣服就还没 行了吧 你别解释了你 你解释了 你怎么这样 不过那个 你先带你走出去吃个门饭去 我跟珍珍有点事 等班上 让珍珍再来接你们回来 行 走 还有什么事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谢谢珍珍了 别客气 别客气 有你什么事 尊贵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 原定今生 行业精英相亲会的活动现场 我是Lisa 非常荣幸 可以担任本次相亲会的主持人 陪伴在场的诸位 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了 首先有请各位男士起立 来到我们的酒水台旁边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就请各位男士 可以走到您心仪的 佩戴着鲜花手环的女士身边 与她进行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 而且呢 在这里要小小地提示一下大家 我们的这一个环节 只有四分钟的时间 请各位一定要抓紧了 现在就开始吧 美妮 你好 你好 美妮 你哪里人啊 东北 头昏啊 二昏啊 没结过婚 那我只要介绍一下啊 我叫李强 我3C的 开矿的 年纪大了 这个父母也着急了 想让我赶快找个你的结婚 你看我 小姐 你好 嗯 我看到大家都在沟通和交流 您正一个人呢 其实啊 我觉得你的笑容特别地美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不可以展现出你自己的 灿烂自行的笑容呢 说不定在今天这么美好的夜晚 您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加油 加油 谢谢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怎么样 喜欢吗 快说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来这儿还能干吗 坐船啊 南边城府还带你家游泳去 坐船 少公子 老李 好久不见啊 我好久不见 挺好的吧你 那个 你就是我坐 那个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事程珍珍 这是我一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俩算是忘年交了 老李 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老李 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上船了 行 那个我带他上去忙 一会儿就回来 走走走走走走 没想到你还会开船呢 这话说 那当然了 我什么不会开啊 火箭我都会开 对了 刚才那人 为什么叫你少公子啊 你说那个老李是什么 老李他职业病了 当管家当习惯了 那那个见上男的就叫公子 见女的还叫公主 那还挺可爱的 对了 给你听说我写的特别的音乐 告诉你什么叫好听的音乐 好听吗 是不是比那面团拉的那小提琴好听啊 你怎么说话的你 我警告你 以后不能这么说几人 我就是喜欢听他拉的小提琴 真的 花痴 不对啊 哪儿不对啊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还是你有事求我 程真真 能不能提升一下 我在你心里的形象 我是那种人吗 我 我哪儿能能真是求你啊 别在这儿吃心忘强过去 无事献殷情 肯定没好事 能不能闭嘴 看不见这么好看的美景啊 跟我聊这个 你把这么好看的美景都给毁了 既来之则安之 知道吗 踏了实实的 这样好了啊 卫民 怎么样啊 他相助你没有啊 那男的有方啊 有户口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喂 嗯 听着呢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呀 嗯 离异 没孩子 上海户口 有房有车 那不是条件挺好的吗 你给爸说实话 是不是他没想到你 是不是 我就说你自己找不好补 你还是听我的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 本地人本地户口 我都帮你约好了啊 你马上去给我见 马上现在就去 你听了没有 来 来 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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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了没有 你想吃什么东西随便点啊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我要一碗小馄饨就好 谢谢 一个小馄饨够吃吗 服务员 点菜 来 那个给我来一碗小馄饨 然后再给我来一个牛肉炒面 好吗 好 牛肉多放点 面也给我多放点 你这 去面不是免费吗 咱们都老朋友了 照顾 照顾 好吗 去吧 去吧 对 你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牛尾补肾汤 牛尾随便多放一块点 二块就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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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上啊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曾惠敏 对 你爸跟你说了吧 我叫冯德海 家住建福路四十三号 我估计你们外地人 也不清楚这个地方是吧 知道 我来上海的第一家美食店 就在那附近 你做中介的对不对 中介不好干呀 而且麻烦 出力不讨好 你说你们每天 买房 卖房 销售 销售了半天 最后这个房价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涨了半天 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想想也挺悲哀的 我 本地居民 你爸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说你啊 年龄也不小了 着急结婚 你有三十 三四了吧 你身体怎么样 没有什么毛病吧 你每年做不做体检 做几次 我跟你说我们老冯家 我可是独名啊 我们都指着 我在结婚生孩子 传宗接代的 你不觉得咱俩第一次见面 你就这么说话 特别不礼貌啊 都疯我的 Canary 你开个啤酒啊 哎isi 你都掉了 谁啊 没有 有事吗 你・・ 没有 吓死我了 没事 我给你添麻烦了 pad 这怎么能叫添麻烦呢 妈 只要你没事 你好好的 什么都不是事 喂 你好 我是程真真 白阿姨的主治医生 怎么了 行 好 那我过来一趟 患者白雅如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 来我们课进行促诊 当时我特意叮嘱她 每个周外都要来负责 但是昨天她没有来 所以呢 我打她的手机也联系不上 你呢 是她的紧急联系人 我是她紧急联系人 是 既然 你是她的紧急联系人吧 那我就把她的病情 如实地告诉你 白雅如女士呢 患有轻度的老年抑郁症 抑郁症 目前应该还是在早期阶段 但是她的症状 还是非常地明显和典型的 锦先生 你好 我是程真真 事发突然 我必须得先跟您说一下 白阿姨的心理医生 刚才跟我联络 白阿姨已经患有初期的 老年抑郁症 锦然愿意跟我们谈合作 但是得让程真真去意大利 去跟她谈具体的事业 就是 彭城的那个搭档 对 她和彭城搭档呢 一起负责卖锦然家的房子 好像锦然的妈妈对她印象不错 也许这个程真真 就是锦然的软肋 说不定啊 这个程真真能够成为 爱于亚跟锦然的一个 合作的突破口 我问你 你就这么同意 让程真真去意大利 你觉得合适吗 井然让程真真去意大利 就是为了让她 帮她照顾她妈妈 你不就为了 你公司那点利益 你不能什么事 都为了你自己 你就不管 程真真能不能受任这份工作 她能不能承受 和锦然合作的压力 就让她去意大利吧 程真真是公司的员工 不管她什么职位 在公司需要的时候 她必须完成 公司交给她的任务 你是董事长 你又那么独裁 又那么爱控制别人 你说人还觉得 感受不清吗 你跟程真真什么关系啊 我个人的事 我有必要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 程真真的事 没得商量 行了 那我也告诉你 你让我也去意大利 你给我买房子去